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刚刚在韩媒上看到一篇关于OpenAI的一篇访谈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那为什么在韩媒上看到OpenAI的访谈呢 因为OpenAI的这个叫首席策略观 首席策略观 CSO 它是个韩国的韩语 它叫Jason Quan 姓全 叫Jason 那么这个Jason Quan 在接受韩媒采访的时候 就讲了AGI 以及ChatGBT5的这个情况 我这一下就来兴趣了 这个 那先说一下这位Jason Jason他是一名韩语的美国人 四岁的时候 就随着搞机械工程的父亲 移民到了美国的爱荷华州 那么他在乔治生大学 主秀国际关系 然后在伯克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然后从软件工程师开始 后来他虽然和他专业无关 他从小爱编程 你知道吗 他爸是搞这个工程的 后来他还获得了律师指导 那么在2011年 他就结识了OpenAI的创始人 Sam Ottoman 当时他还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当时才25 后来他就加入了 Ottoman领导的风险机构 做投资支持工作 然后在2021年 就正式加入了OpenAI 那么在去年 罢免Ottoman的这个事件中 他是支持Ottoman 所以他的位置就站稳了 那在这个访谈 其实说的几点 一个就是关于AGI 通用人工智能的进展 一个是关于GPT5 它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再关于解散超级对齐团队 是怎么一个情况 给大家大概讲了一下 那么他讲的呢 我相信肯定也是获得了 OpenAI公司的授权 里边因为涉及到了 比较敏感的AGI的发展 是吧 那AGI大家知道啊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它是就是这种能够理解 学习和应用 人类能做到的所有智力人物的 这种人工智能 和当前的这个AI系统还不同的 所以AGI能广泛的在任务中 展现出和我们人类相似的这种认知能力 那在这个采访里边啊 虽然这个Jason呢 他没有明确说明这个GPT5 是不是接近了AGI 但是他提到了下一代模型 就是GPT5了 他的技术能力啊 可能引发对AGI的猜测 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在他们内部已经有的 正在对GPT5做的测试中啊 在技术上可能是有显著进步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GPT5啊 期待也很高 因为毕竟现在 LAMA的开源啊 进展非常快 Macloud 以及其他的这个 他们的竞品啊 也发展很快 加上LORA这个一直没有公布 所以整个CHATGPT4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那么关于对这个AGI时间表的这个猜测呀 这个全的提到了 AGI核心技术开发啊 可能比很多人啊 想象的预期要快啊 那么 主要的有一些观点 认为 AGI可能在三到五年内才能实现 但是他在这个采访里面暗示啊 哎 可能用了那么长时间 因为GPT5呢 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了AGI了 虽然还没有完全到达AGI的定义 那就说明什么呢 那就说明如果他们 推出了GPT5 就推出了一个初级的AGI 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吧 另外在这个安全和这个发布策略方面啊 这个Jason也强调啊 即使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呢 OpenAI不会立即发布一个完全具备AGI能力的这个AI系统 这是因为啊 这样的发布呢 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崩溃式的冲击 因此啊 即使GPT5技术上接近AGI 那么OpenAI呢 也可能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步骤来进行发布 以避免潜在的这个负面影响 那当然在这个采访的最后啊 他说呢 AGI技术啊 已经开发到了相当的水平 但是对于可能的副作用 风险的担忧啊 所以OpenAI呢 是在努力的控制开发速度 哈哈哈哈 搂脚油门 在踩脚刹车 是吧 这说明什么呢 尽管技术进步是很迅速的 但是OpenAI啊 确实在关注这个伦理安全以及监管方面啊 还在努力 毕竟他是最领先者 所以看了这个采访呢 我觉得啊 GPT5啊 很有可能能颠覆啊 这个AIGC啊 目前的这个大模型 在我们脑中的一些印象 那我觉得可能将来呢 不仅仅是一个问答的问题 图像生成的问题 很多程度上啊 可能他会集成了 让我们工作更方便的一些技术啊 一个是和我们目前 已经应用的这些工具深度集成 另外一个可能 还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 如果像我们这样普通人都能显到 GPT5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那这个技术太稀松平常了 是吧 这是关于这个 Jason 权啊 他关于 这次的这个采访 他是在 OpenAI的旧青山总部 接受的采访 最后他说呢 就是我们不会发布一个 可以做所有事情的AI 那么 能做哪些呢 能做哪些让我们更加震惊的事呢 所以还没有说 这里面对于超级对齐团队的解散啊 他也做了一个特殊的专门的说明啊 这个超级对齐团队啊 在老范讲故事啊 和我之前也都讲过 这个超级对齐团队呢 其实就是 呃 对于AI啊 进行一个 呃 更这个怎么说呢 呃 更完善管理的这些东西 他主要是 对齐嘛 就是对对齐工作的 就是开发和策略吧 确保AI系统 按照人类设定的目标 和伦理原则进行 包括调整AI的行为 使他遵守和理解人类的意图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 涉及确保AI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啊 所以这个 他这次公开发言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这个团队没有解散 啊 只是内部重组了 啊 团员被重新安排 然后呢 这个团队呢 就是 还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这是他的说法啊 那实际上啊 我看完这个Jason全啊 就是他的这个简历之后啊 哎 我立马就对这个 GPT的开发团队啊 感兴趣了 那么我也找到了官方的网站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找到的这个 呃 ChatGPT4的主要贡献者的名单 哎 这是GPT4的主要贡献者名单 那么在前年和去年啊 我记得 在不同版本的GPT4的时候啊 啊 不同版本的ChatGPT的时候呢 都有过介绍 我记得有一次 说介绍呢 是有九名华裔啊 那这里边呢 我看到是有更多的亚裔 或者华裔和华裔的出现 大家看到这个 现在这个 这是翻译过来的啊 我们可以切换到英文版本啊 这里边啊 整个啊 从预训练啊 架构数据采集硬件等等 很多很多啊 这么多人啊 参与贡献了ChatGPT的开发 这么多人 那在这么多人里边呢 有多少啊 亚裔或者华裔呢 那么我还做了一个介绍啊 做了一个截图 给大家看看啊 哎 这是一个截图 我们看一下啊 先看这个 这两张图片 这是从OPI官方网站上的 结局图表 这是co-founder啊 就是 这个 创始人团队啊 实际上 还有奥特曼呢 是吧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 整个这个高管团队 这五位啊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 董事长啊 这个board of directors 那么后边呢 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 疑似华裔的 根据这个姓 我们分裂出来的 这么几位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那这十个人啊 也是不完全统计 不排除有的姓呢 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他没有姓 华裔的姓是吧 那很有可能的 比如说 他爸爸是 其他爸爸是非华裔的 这种混血啊 这是印度的 韩国的啊 这个印语和韩语 这个人啊 那么 这个里边呢 是没有Jason的 就是在这个技术团队里面 因为Jason他是 首席策略官嘛 没参与开发 还有一个是日本的 日本呢 我们就不放了啊 这里边啊 我大概也 大概看看 其中这种蔡这位蔡 应该叫蔡先生吧 叫他是啊 比较在ChadGBT4里面 做出比较大贡献的 高级管理者之一 这个是让我们在啊 这个名单里边可以 在前面可以看到 看到了吧 排一二三四 核心贡献者里面 排第四位就是他 看了吧 就是他 Trevor Tsai啊 就是他 那么再往下呢 还有一位叫欧阳龙啊 他也是一个核心的贡献者 那么我搜了一下啊 关于这个欧阳这个姓 在整个这个单子里边 出现七次 因为欧阳的姓是比较少的 所以在这名单里边 出现七次呢 就说明他在不同的团队 都有贡献 这是非常牛逼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在ChadGBT第一版 核心的这个论文贡献里边呢 就有他 欧阳龙 那么他是 应该是哈佛的本科吧 然后是 我看一下他的这个 领英网上的介绍啊 这是欧阳龙 就是刚才我们查的这个 欧阳这个小伙子 那么 他是哈佛的本科 斯坦福读到博士 就这么一个教育经历 很牛逼的一个 因为他对这个 ChadGBT早 从最早期开始啊 这个这位学者呢 就参与了他这个 几乎所有的 这个 我们四大项目的开发 也是 InstructGBT论文的第一作者 也是RLHF论文的第二作者 他是 整个GBT项目里边 一个核心的人物 就在创世 这个技术的里面 核心人物 这是 当然这里边 还有很多的大牛 大部分呢 就是在国内 像欧阳龙呢 这里边呢 我觉得是333 怎么个333法呢 我们又挨个对他们的 这个学术背景啊 大概挑了几个 基本上是呢 有三分之一的 是在美国受的教育 然后呢 进入了OpenAI 那么有三分之一呢 是 完整的 中国的这个 这个大学教育 然后到美国读博 或者是进行研究项目 另外三分之一呢 是在中国呢 读到了比较高的学位过去的 大概清华的呢 能占到一半以上 剩下的什么北大的 复旦的 华中科技的 都有 这么个情况 实际上在整个啊 这个全世界的AI 人工智能 最具影响力的 这个学者名单里面啊 比如说结合学者的 论文指数啊 论文数啊 影响因子啊 然后去从啊 处理之后呢 会发现 呃 在过去十多年啊 全球AI发展 贡献力量 高层次的学者呢 有接近2000位 就1830多位 呃 那么这些人工智能大牛啊 覆盖了37个国家 其中呢 美国呢 是1244人啊 当然是 这是22年初的统计 呃 占了百分之 接近70 中国呢 是196人 位列第二 德国呢 是113人 位列第三 但是现在啊 数据又有所变化 啊 那么这里边呢 这196名 华人学者里边啊 呃 无论是本硕博 毕业院校 呃 刚才我们说 清华大学 确实排在前头 呃 属于清华的呢 那本科毕业于清华的 大概有40来位 41位 呃 排在后边呢 是中科大21位 北大19位 那么在硕士级大 硕士阶段 毕业的学校里边呢 国外的这个麻省理工 和伊利诺伊大学 进入了前十啊 那么在博士阶段呢 呃 那当然国外的学校 就更多了 这大部分的大牛啊 哎 基本上啊 就是中国大陆出力的 都是国内的几所 顶尖的本科院校 然后在国外受了硕士 或博士的教育 然后进入到了 这种顶尖的公司啊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欧阳龙 他的这个学术造诣啊 是非常出众的 那么他呢 进入OpenAI之后啊 这个应该说是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那实际上在这里边啊 这因为OpenAI 他就是这个牛逼的公司啊 一说就是几百人 就在世界 这七百多人 应该是在 奥特曼被开的那段时间 我印象中是 接近七百人的团队 这七百人 和动辄几万人的 这些大厂相比 这数量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但是就是这七百人 可以说 各个都是人中龙凤啊 我在零网上挨个点 那个经历啊 耀眼了 确实是炫目啊 这是啊 我们看了 这个 OpenAI的首席策略官 就CSO Jason全啊 他的关于 OpenAI GPT5 以及AGI的一个说法之后啊 我做了一些 简单的一个小 小搜索啊 发现这个事呢 确实是很有意思 并且呢 我们对于 OpenAI的期待啊 应该说 不会 让我们太失望的 我觉得呢 与其说 技术能不能带来 更大的 进展 或者让大家惊讶 倒不那么重要 而是这个技术出来以后 引发的巨大争议 可能是让OpenAI 现在 愁出不前的 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现在呢 大家知道 在ChadGBT3出来之后啊 这个马斯克 已经等等的 一些大牛 包括一些 著名的 AI的这个 大神们 都发布了联名信 要求限制 OpenAI 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包括各国政府 包括美国外公 是吧 也召开了这样的 这个听证会 所以现在呢 处于最前列的啊 可以说 最顶尖的 这个700多人的 这个团队 他到底会发出 一个什么样的 GPT5来 是一个初步的AGI 他会引起世界 怎么样的这个反应 我觉得他们 现在是在谨慎的 内视这个阶段 应该说内视 我觉得是一定有了 一定让他们自己 都觉得精心 心肌肉调的 这么个东西 当然了 其他的 开源的 这个进展的 也很快 所以呢 对于我们这些 用户来说 起码是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 期待的 那好的 这就是关于 OpenAI的 首席策略观 引发的 对于 OpenAI团队里边 雅艺和华裔 科学家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